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中央再拨2100剂的疫苗 给基隆市 市长林悟昌就宣布了 五族群先施打 日本送给台湾的 124剂疫苗中 基隆将可以每天 为1万名的民众 来施打疫苗 已经选定市府预定地 作为第一处的快速施打站 最快今天就可以设置完成 增拨了2100剂的疫苗 给基隆市 所以我们合起来 总共是1700 加上2100 基隆市在获得2100剂的疫苗 基隆市长林悟昌 宣布五大类族群 优先施打 第一类是诊所及地区医院 的非医师人员 这一批次呢 在之前已经打了1280人 那这一次会加打500人 第二是长照机构的工作人员 包含社工 以及富康巴士的司机 那是这一次会加打900人 就是所有全部的这些人员 第三是警察的外勤人员 警察外勤人员在之前呢 已经打了677人 那这一次会再加打200人 此外是环保局外勤一线的 清销人员 在之前已经施打了112人 这一次会再加打300人 最后是公车处的司机 那我们这一次会加打260人 也就是把所有基隆市公车的司机 全部施打完毕 这是这一次中央加发给我们基隆 2100剂疫苗 我们分配的这个方式 日本送给台湾 124万剂的疫苗 四日抵达台湾 基隆市做好准备 预计每天可以为1万名的民众 施打疫苗 第一处快速施打战 基隆市政府选定市政府预定地 旧公车处修理厂 预计6月7号就可以设置完成 我们基隆市府的预定地 作为我们第一处 这个大型的筛检 以及疫苗的施打站 那目前这个筛检站 还有施打站 正在进行建制当中 那纽泽西的一个护栏 还有包括水电 以及流动厕所 以及大型的这个筛检的 这个设备跟设施 都在进行准备当中 我们预计可以在下个礼拜一 这一个大型的筛检 以及疫苗施打站 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来启用 市长林又昌多次向中央喊话 判比照双北 拨给基隆更多的疫苗 总算获得中央三亿回应 接下来要力拼每天 1万人次的接种目标 达到全民免疫的功效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道 而金融市政府宣布要在中正路市府预定地 成立快速施打站 后来是考量时辰及接到外界捐助筛检相关器材 决定要调整防疫策略 改为社区筛检站来提前部署 尽管外头下着大雨 但中正路市政府预定地四周搭起了帐篷 放置许多的红色塑胶椅 市政府日前才宣布 成立基隆市第一处快速施打站 但因为接到许多外界捐助的筛检器材 决定调整防疫的策略 先做社区筛检站 那在这边跟各位好朋友报告 这是和医师工会合作的社区筛检站 另外我们也评估 它是否能作为一个多功能的用途来使用 那作为一个快速施打点 这只是我们评估选项之一 另外关于防疫措施 因为这个地点非常空旷 那对于我们的人流路线 还有我们的防疫作为 以及防疫的清销 我们均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规范 考量整体的防疫策略 市政府决定先运用成立社区筛检站 未来如果要进行第三阶段的施打 可以再限制码上调整设置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而基隆礼拜六新增了13名的确诊 其中有7人是家庭群聚 三个人是养护中心 而国民党动员发起要疫苗的活动 传出有20辆游览车要环岛向地方县市政府 按喇叭要疫苗 金融市长黎又昌在记者会上就说 这个是大型群聚徒征防疫的困扰 因此呼吁国民党不要成为防疫破口 传出国民党6号将发起要疫苗活动 20辆游览车会环岛向地方政府按喇叭要疫苗 金融市长刘又昌呼吁不要群聚造成防疫破口 呼吁江主席也不要去增加我们地方远景的一个压力 现在地方远景已经够忙了 还要抓没有戴口罩的还要邪寻 其实防疫的工作非常的繁重 也奉劝国民党能够悬崖热马迷途知返 那20辆的大巴士不要形成防疫的破口 那我是建议不如捐赠20座的社区快筛站 全民会比较有感觉 此外疫情当前有民众反应 疫调人员下午5点30分就下班找不到人 对此林游昌请民众给疫调人员尊重 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晚上没有到12点没有下班的 那疫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是今天掉今天就会出来 而且很多的民众他是否愿意配合 这个都有很多疫调上的一个困难 所以各位看到市长在跟大家报告的这些疫调的内容 其实背后都是我们非常多卫生跟工作人员 那个每天每夜然后非常辛苦的工作才能够得到的资讯 我也在这边呼吁请给我们卫生人员还有疫调人员一个尊重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5号公布金融市新增13例确诊 其中有7例是家庭群聚 3例是养护中心 包括两位住民 一位工作人员 台北跟基隆职场各接触一名 另外一名是身体不适就医后确诊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北台湾最大渔获的供应市场 卡玛丁渔市人潮的管控将采取更严格的做法 就算指出不管是贩卖摊商或是采买的民众 都要强制戴上面罩口罩及抛弃式的手套 鱼市场里大家都有戴上口罩 自然府产发处长黄建峰连续两天 带了同仁到现场了解食联制及出口分流措施 基隆卡玛丁自北台湾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 疫情期间进入之前都要十连制登记 但摊位前采买民众很难保持安全距离 现在市政府决定下猛药将采取双照一套的措施 凡是所有摊商跟客人都必须戴上口罩 面罩跟抛弃式的矽胶手套 双照就是口罩要加面罩 另外一套就是要戴这个抛弃式的矽胶手套 所以双照一套是接下来我们在卡玛丁 会采取的一个更严格而且更高规格等级的防疫的措施 所有的摊商全部都会双照一套 口罩戴好面罩戴好 并且把手套矽胶的可抛弃式的手套戴好 第二个我们也会要求来这个地方采买的这些摊商 也要比照办理 现在自治会已经紧急采购1000个面罩 如果来这边采买的摊商你可以自己戴面罩 如果万一没有戴 我们的自治会这边也会来把这个面罩 建造用成本价来卖给你 不管规范怎么定最重要的还是摊商 跟来采买的民众都要落实做到 才能够全力防堵疫情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而基隆市成功市场因为陆续传出有摊贩及家属 总计有14人染疫歇业半个月后 6月4号恢复营业 但只有八成的摊贩出来摆摊 买菜的人稠大减 除了市场进出要实联制外 也有摊商自主申请实联制 希望双重的实联制来控管人流 避免防疫漏洞 新鲜蔬菜摊位前民众忙着挑选 成功市场因为有摊贩染疫 在休市半个月之后4号恢复营业 大门前警方高举了宣导看板 市场管理人员落实量体温水连制 今天摊贩基本上大概有八至九成都有出来营业 但是消费者来讲的话 可能是今天第一天 所以基本上里面是没有什么客人 因为而且我们比照上面所实施的这实名制来讲的话 都有看身份证以及有消毒两耳温 都流程都很正常 市场恢复营业第一天 人潮明显少了许多 有八成摊贩出来摆摊 但先前传出染疫的摊位并没有出来做生意 而除了进出市场大门要实联制 有了摊贩自己申请实联制 虽然没有强迫性 但民众大多愿意配合 对对 因为配合政府 政府一个队长人 我们大家要配合 好不容易恢复了营业 但买气明显少了许多 摊贩也不敢进太多货 就怕卖不出去 不好啦 不然我们就要高人 也几几不够 高货就知道了 对啦 不然你这 这都配合政府啦 这都配合政府啦 客人本来成功市场客人就很少了 加上管制分流的话 客人更少 这样会比较安全 是比较安全啦 但是基本上没什么客人进来 那你会准备一量会变少 会变少会变少 因为没有人下来 我们地区就是减少我们的量 记忆心意市场 安乐果菜市场 南新市场恢复营业 成功市场4号恢复营业 而最后停业中的安乐市场 也将在10日恢复营业 记者王少民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上个礼拜四受到大雨雷击的影响 金融市政府行政大楼感应器的启动 保护机制两度跳电 另外新义区及暖暖区部分地区 有将近4000户也停电了 不过在台电的墙修下 很快就恢复宫店 原本明亮的金融市政府行政大楼 一楼大厅变得漆黑一片 不少员工都走出办公室查看 6月4号下午的一场大雷雨 除了带来风沛雨量外 更造成基隆市政府行政大楼出现跳电情况 刚刚因为那个打雷 那我们市府有装一个检测感应器的保护装备 那他检测到 然后就说启动保护的设施就跳电 那因为这个跳电 那个前动的负荷比较重 所以他没办法一起全部启动 后来我们请厂商来 厂商就昏入启动 就是先开冷气 然后再开电灯 然后再开电脑设定 然后就恢复正常 以上是这样的情形 有影响到其他采控民众吗 是没有 因为在停电的时间 我们总机因为断电 没办法接受到民众的电话 看这个请民众能够多包 除了基隆市政府行政大楼发生跳电意外 稍早基隆市信义区月梅路六河街 及暖暖区新隆路一带 将近4000户也发生停电状况 台电基隆一夜处方面表示 主要是顶平便电所第40号 溃线接地过流电液动作 引起了断路器跳脱事故停电 经过台电方面派员积极抢休夏 不到10分钟就恢复正常供电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林永昌 你今天有做好防疫的基本功吗 疫情当前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而且要勤洗手 多消毒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或者是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嗅味觉 异常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 24276154 24276154 或者是1922 来通报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守护基隆 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新闻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基隆著名的小刘便当 因为老板的太太刚好在卫福部 基隆医院担任护理师 老公就特别心疼 也了解太太在防疫期间的工作辛苦 将小爱转为大爱 结合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带着100个便当 制赠给卫福部基隆医院 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基隆著名的小刘便当 因为小老板的太太 刚好在卫福部基隆医院担任护理师 老公特别心疼 也了解太太在这段防疫期间工作的辛苦 小爱转大爱 结合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带着100个便当 制赠给卫福部基隆医院 更为了方便全部武装的医护人员休息吃饭 特地把整块的排骨肉都先剪好 不用让医护人员再自己动手剪肉 非常贴心为第一线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因为我的配偶也是部机的护理师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很了解护理师 医护人员工作上的辛苦 所以因此我们更会替护理师或医护人员 去替他们设想说 如何在防疫期间更完善的去用餐 也感谢很多的我们软性的店家 有在呼吁 然后共同来去响应 来去支持我们的医护人员 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软性店家 或者是社会大众 能够一起来为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加油 卫福部机农医院也由社工室主任蔡盛华代表收下 感谢市议员张炳君和小刘便当 对医护人员的支持以及力挺 机农医院很感谢我们张医员 还有我们小刘排骨 在我们在地的这些好朋友好伙伴们 对于机农医院在疫情当中的压力 让我们稍稍的 而且可以很温暖的疏解 很感谢你们谢谢 面对严峻的疫情 市议员张炳君呼吁各界 一定要挺住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挺住医护就是挺住我们的家园 基隆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传出洗肾中心及养护中心的长者 确诊新冠肺炎的案例 让其他的长照及养护中心也非常担心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就特地透过手机视讯关心 恒安养护集团基隆院区 也呼吁市府一定要比照双北 向中央争取更多的疫苗 让长照及养护机构的工作人员 及长者来施打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由于基隆也传出洗肾中心等 长者确诊新冠肺炎的案例 让其他长照以及养护中心非常担心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特地透过手机视讯关心 接受基隆市政府委外经营管理 基隆市仁爱之家养护大楼的 恒安照护集团基隆院区 并且派人制证多箱的健康饮品 为工作人员加油打气 也受到恒安基隆院区满满的感谢 林佩祥也呼吁基隆市政府 一定要比照双北市 向中央争取更多的疫苗 让养护以及长照中心的工作人员 和长者可以优先接种疫苗 佩祥在这边肯定基隆市政府的作为 把我们的长照医护人员 纳入前三类疫苗施打的对象 这样来做 他们就可以免于受到感染的高风险 但是在这边 佩祥也呼吁基隆市政府 跟中央政府尽快获得疫苗 而且在针对疫苗施打的对象的排序上面 有做妥善的准备 像是说疫苗施打的对象是高龄者 那高龄者的行动 高龄者的运送 还有各个方面 各个方面疫苗施打对象 他们所需要的排序 都需要先做好换全的准备 第二方面 佩祥也呼吁 既然我们基隆跟台北跟新北 是所谓的北北基生活圈 那我们在疫苗的比例上面 那我们就应该比照双北 基隆市是跟双北 是密不可缺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 我们的疫苗数量应该比照双北 这样子我们的民众才可以免于受到病毒的侵害 面对严峻的疫情 副议长林佩祥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 为了保卫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接同天险宫 捐赠了2000件的隔离衣给基隆市政府 市议员童子伟哲和业者赠送了40份的潜艇宝及饮料 给消防局的人爱分队 希望用美食补充第一线防疫人员的体力 提升防疫能量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与天险宫人员 将一箱箱的隔离衣搬到基隆市卫生局 由于新冠疫情持续延烧 包括隔离衣等防疫物资每日消耗量相当大 在张浩瀚号召下 天险宫与其所属的中华五险慈善功德会 特别捐赠2000件隔离衣及立体口罩 希望保卫第一线医疗人员的健康 疫情的关心 我们天险宫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信徒 由我们张议员的带领下 作为我们一点点小意识的防护衣 我们张超民主委 以及我们天险宫管理委员会各位的委员 一同来募资 将这些2000的防护衣捐赠给基隆市政府 希望来补足第一线基层人员的一个能量 基隆市卫生局方面则表示 会将这批隔离衣分送给医师 牙医护理师及中医等四大工会会员 协助基层医疗人员对抗疫情 在目前疫情吃紧的状况下 大家都希望对于物资的部分 能够有充裕的一个提供 那也很感谢各个民间单位 能够在这个时间点 能够捐这样子的物资 让我们也能够提供给基层的医疗院所 或者是诊所 让大家有防护的装备 来一起对抗这次的防疫 消防局仁爱分队救护车紧急出动 据统计仁爱分队一天出动20次 出勤率在全国几近前50名 尤其在疫情期间更加辛苦 基隆市议员同志委 因此与基隆知名伴手礼业者 一起送40份潜艇宝及饮料 给消防局仁爱分队弟兄 希望用美食帮消防弟兄补充体力 这次疫情很感谢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辛劳的帮我们做很多保护的措施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小点心来慰绕他们 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阿里棒棒的 这个张其兄还有小芳姐 他们非常有爱心 希望可以将他们的这个食物 他们下午茶 提供给我们第一线的救护人员 那我们特别牵线我们仁爱消防队 仁爱消防队目前一天都出勤 超过20次以上 在全省排名48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这样的爱心企业公司 可以给我们第一线人员温暖跟鼓励 有一个潜艇宝 还有几饮料 然后来味道我们相当队同仁 因为我们相当队同仁 随时状况随时出行 有这个汉堡的话 随时供应给同仁的快速食用 然后比较简便 然后也不会影响到同仁的用餐 在新冠疫情的威胁下 基隆各界纷纷以实际行动力挺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用同岛一命的精神 共同对抗新冠病毒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防疫生活展开 民众减少去人挤人的卖场或餐馆 改上网订货或是叫外卖 基隆就有农场业者营业的方式改在门口 减少群聚外 也将自家最新鲜的蔬果行销出去 这里有一滩新鲜蔬果 老板却不在 旁边纸牌写 要买菜请巴巴 只见老板闻声而出 青菜大黄瓜都二十 想要酱菜 甚至刚采收的蜂蜜也都有 那个菜怎么卖 那个大黄瓜二十块 青菜也是二十块 减少群聚橄榄 农场暂停接待游客 不少农友该以线上卖菜 提供最新鲜的味道 这家农场主人 清晨三点就开始采收园内蔬果 摆到门口摊位卖 尽管与在传统市场卖菜时间相比 延长了好几倍 但也确保业者与顾客的安全 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好味道 而人少的话 大自然也能喘息 生态快速恢复 看这群蜂飞舞 又到了采蜜的时节 跟着农场主人 深入养蜂基地 看看收成结果 其实我们在收蜜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先把那个 每一个蜜蜂箱打开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 就先把那个蜂片上面的 那些蜂蜜先把它刷掉 然后再移到另外一个箱子 然后移到另外一个箱子之后 我们会先盖好布 之后再拿出来到 我现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才能开始 做那个收蜜的动作 那我们一样就是说 会把那个蜂片上面的一些蜜蜂啊 会先把它 不用刷子 先把它刷掉 让它不要混到那个 桶子里面去 那这样可以减少蜜蜂的使用 然后我们 其实在收蜜的过程中 就是用 蜜蜜就很像洗衣鸡那种概念 只是稍微转动 然后让把那些蜜甩出来就好 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完成 我们的采蜜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 把那个蜂蜜收集 那我们会收集到桶子里面去 那我们现在就做那个动作 不过这蜜蜂也实在是太多了 每次采收都这样吗 我们今天就是在收这个蜂蜜 大概差不多一星期采收一次 可是今天采收的蜜 比较没有上升那么多 上升比较好一点 今天好像蜜蜂都出来抢蜜 本来是蜜蜂 我们在摇它的蜜蜜蜂不会出来 今天就是外面没有蜜 没有留蜜蜜 所以所有的蜜蜂都来这边抢蜜 原来现在不是花蜜蜜蜜蜂没得忙 只好来采蜜筒旁了 虽然数量多的下人 其实也反映出生态成果 只要有蜜蜂的存在表示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 可以难无污染的防索 所以我们会用蜜蜂来去看 我们的场域到底安不安全 碰上疫情 农场也选择别于传统的畅销管道 加入社群团体 经营脸书粉丝页 也为农场另辟一条出路 现在防御期间 其实还好我们就一样农场 只是暂停先休息 那不过我们还是会有农物 还是每天会耕种会采收 那我们还会在我们农场的门口 卖一些生鲜的蔬菜 每天就是今天有什么就卖什么 上网后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官方网站 我们会伴售我们的蜜蜜 或是我们那个Facebook 我们也会上网去 我们今天有收蜜 然后我们会po一些 就是我们采蜜的过程 然后民众有兴趣的时候 他们就会打电话给我们订购 新鲜蔬果有了不一样的行销方式 碰上疫情 是危机也是转机 换一个方式 让民众品尝在地新鲜的好味道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